早就不是第一次提醒粉絲別上當 因為以前盜用都是只有用相片 他現在不是 他現在包括我的直播 他整個都copy過去 議員楊秀慧最近頻頻被詐騙集團 盜用照片和影片 只說詐騙見得太猖獗 氣得到派出所提告 只是回想多年前遇到粉絲恐嚇 到派出所報案後 所長竟然要他別提告 在臉書上懦批遇到不受警長 網友敲碗要他公布是哪一個分局 隔天楊秀慧PO出了三點單說自己 已經到三重分局報案了 但是卻被網友誤以為 三重分局的所長 就是他口中的不受警長 讓他趕緊再次發文滅禍 楊秀慧批評的 其實是台北市新一區的警方 報案後差一點被吃案 當年還在派出所外受訪 對比值班台的標語 受理報案隨到隨辦 顯得格外諷刺 警察就去請他們所長出來 他說楊小姐好了 那你先到我的辦公室 那他就跟我小以大意 他就說像這種媒體網路 很難抓 反正他所說的意思就是說 看看我可不可以 就是不要提告 後來我就要離開的時候 怎麼那個派出所 門前大概有一二十個記者 結果那個所長看到他又把我 他說楊小姐麻煩你進來一下 他說你請那個記者不要拍我 那我現在馬上請同仁幫你 看你這個案件怎麼辦這樣子 同樣都是報案 卻有兩種天差地別的經驗 也因為藝人連續幾篇PO文 讓雙北市警方鬥崩禎神經 題目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